哎 胡子 你过来一下 来了 老板 什么事 老板 胡子 你来我这儿打工有几年了 我来这儿有三个年头了 三个年头了 那你在这里还习惯吗 工资待遇都还有什么要求吗 习惯 习惯 在这里挺好的 我也没什么要求 挺好 那你今年有多大了 我今年本命年 三十六了 三十六了 我听那个七大工有说 你到现在还没成个家 说来惭愧啊 我到现在啊 家里连个房子都没盖上 谁愿意跟我呀 这几年啊 跟着你干活啊 也没少挣 挣的钱啊 都给我母亲看命了 所以啊 这房子啊 迟迟也没有盖上 原来是这样 不过啊 你还真的是挺孝顺的 为人子女啊 敬孝啊 是应该的 就出你这句话 这样吧 我这里有张卡 卡里有三十万 你拿去啊 把房子盖上 争取啊 明年娶个媳妇 这 这 哎 什么这要纳的 赶紧拿着吧 老 老板 这 哎 我不能让跟着我的员工啊 连个媳妇都娶不上 可是 老板 这么多钱 我怎么还你啊 你听我说啊 这个钱啊 就当是我预资给你的 我再给你放两个月的价 回去啊 把房子盖上 回来好好干 来年啊 争取把媳妇去上 谢谢 谢谢老板 不用谢 加油 我只有一身看待 看待 看待 和岁月阔的伤口 我只有一身看待